台东县到目前为止 校园累计确诊师生有110位 县府教育处表示 预计5月4号开始 陆续安排校园内满6到11岁的学童可以接种疫苗 预计5月下旬要前线接种完毕 但是为了尊重家长的选择权和意愿 部分学校已经在上个星期提供了 接种意愿书给家长 让家长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 台东校园今天新增了13位师生确诊 目前累计确诊已有110位 随着确诊案例越来越多 目前各县市力拼儿童的疫苗接种 教育处表示 台东预计5月4号开始陆续安排校园内 满6岁到11岁学童接种疫苗 预计5月下旬全线接种完毕 但为了尊重家长的选择权以及意愿 部分学校已经在上个礼拜 提供接种意愿书给家长 让家长们有充分的时间考虑 最慢5月9号前回报即可 而学校方面则会主动联系 卫生所预约入校师大时间 台东市区则尽力协调医院协助 而目前几所学校已经占定了预打的时间 让学生和家长都可以预先做好准备 这次陈安如台东市报道 高开macbook 请继续 我们下期再见